下午课出来 下大雨 淋湿了 全是水 今天上课 一位同学 他做了一个 independent activity 非常有力 前几天都在下雨 特别大的雨又冷 然后所以山上都是下雨 都是雪 然后昨天终于停了雨 然后也刚好是 Temple City的一个嘉年华 带孩子去玩 然后上了滑板课 你看这个天灰灰的又要下雨 所以最近 今年的话 加州的雨水可真的是很多 通常 以前的话以往的话 这个月份的话 是根本就 已经是没有一滴雨了 但今年不断的下 而且连绵不断的下 喜欢滑雪的朋友也是很好 今年我居然是没有去一次滑雪 然后冲浪的话 也是因为天气 还有拍摄各方面的原因 也是停了又快一个月了 今天是星期一 二月二十七日 今天去上课 又是塞车的一天 周一 现在是九点十分 显示是十点 九点五十几分就能到 能体现到 不知道 因为现在是时时在变化的 因为上班时间 越来越来越多的车 进入这些highway 今天下午七点半 在我们学校附近要去看一场电影 是一个国内一个画家的 一个艺术电影 蛮另类的一个电影 我同学推荐我的 然后下午回去看一下 大概看了一下他的预告片和简单的介绍 但是完全不能想象会是什么样 所以今晚看了才知道 还有就是教练的那个电影 这个周五开始拍摄 本来是明天开始拍的 但是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推迟了 推到了周五 周五是天晴 因为要拍一场户外的戏 那下雨是不可能拍了 那这个角色的话 对我来说 确实我一直在揣摩揣摩 然后也在做一些分析和那个 但现在还确实还不是很有信心 我还得 待会我录完这个视频 我还得再 再去把我这个人物的背景啊 自己的一个设定啊 再强化一下 然后再发给导演看一看 我叫张海斌 中山市越野跑 总教练 在过去的二十年的教练生涯当中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一个目标 就是要冲出 我们广东省 把我的运动员推到国家队 我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因为我在做运动员的时候 我特别有信心 当时我是佼佼者 我各方面身体素质各方面都是 是当时来说是最好的 可惜 可惜当年受伤了 没有办法 但除此之外 我绝对能赢 但事情就是这么遗憾 就是这样 老天捉弄嘛 那在过去的二十年的教练生涯当中呢 我遇到过 为数不多 但也有几位非常有潜质的孩子 我都是给他们一个非常具体的训练计划 和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结果 显然不是那么容易 但直到我遇到了指剑 才让我重新燃起了这种信心 那指剑的话 不管是从身体素质 灵活度 判断力 这种脑瓜子 还有性格 完美 因为他这种综合的素质 才能让他在这样一个越野跑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运动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百米跑马拉松 不是 这个需要的太多全面综合的这种能力 那指剑他是 太突出了就是 就是太综合了你知道吗 这所有方面我要的他都有 所以他让我重新燃起了这种 去冲击国家队 拿全国冠军的 甚至跑到全世界去的这种信心 所以他同时他激发了我去做更好的教练 做更好的训练计划 那显然一件就是 只见的这个 在我的训练之下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他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他从一个就是 怎么说 他有这方面的条件 但是他不是 他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在我的训练之下 他的成绩突飞猛进 那很快就要迎来 这个比赛 很重要的一个比赛 这样决定他的命运 以及我们整个越野跑 越野队的 越野跑队的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转折性的一个时刻吧 这个事情还得先从前几天开始说起 他在进来 进大概一周前吧 我突然发现有一些状态上的不对劲 有一天在训练 的成绩让我就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没有可能 唯有一个可能就是 他思想上状态上 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从训练其他技术层面来说 他没有任何问题 我观察的非常细 后来我发现 也是被我发现 他有一些松懈了你知道吗 他在玩手机 但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队友去影响他的 但是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生气 非常非常生气 因为我们训练了那么多年 我们现在是关键时刻 没有理由去被这样的一些做一些小事情而影响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绝对是要杜绝 可是我有一点我我觉得我没有做到的就是 我跟他的沟通还是 我认为很好啊 但是其实我对他个人这种 情感上的生活上的关心 还真的是欠了欠了一点 但我 我万万没想到 在临比赛的前一天 医生才告诉我他的脚早就受伤了 而且他一直瞒着我 瞒着我不要紧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 我也有信心把他的脚弄好 而且现在我们的医生 我们团队已经足够能够去帮助到你 可是你这个是临比赛前一天 而且是那么严重 医生说要打全封闭才可以跑 可是你知道吗 打全封闭意味着什么 你要是毁了就全毁掉了 你这个人 你这个脚完全毁掉了 所以这是在冒险知道吗 我真的不理解 我真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是我教练出问题了吗 是我教练出问题了吗 还是 还是 最后他居然他自己要去说他说打要打要打全封闭要去 其实其实当时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我 我既不能逼他去比这个赛 我也不能原谅他 所以他最后放弃比赛 所以他最后放弃比赛 也完全不是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可是 可是 可是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如果我们现在是很重要的 我是说 还是还是很厲害 所以我现在不客气 就是很重要的 你也是很重要的 他就只能让他觉得 有一个人 可能不客气 我们正常问 不客气 顶着压力去完成实现它 有错吗 那指剑的选择有错吗 他选择 把自己脚都不要 今天路上居然没有塞 没怎么塞 然后现在是九点半过了一点就到了 你看前面就是到了 左边这个餐厅 左边这个餐厅很棒 上回我们就在这里吃 所以今天非常棒 送了两个孩子还提早到了 现在又开始要下雨了 飘了一点雨 到了学校停车场 停好车 上个厕所 待会儿 上课的水还没下雨 下晚课出来 飘大雨 淋湿了 全是水 今天上课 嗯 一位同学他做了一个 independent activity 非常有力 他是非常给力啊 他是把它放在一个 那个那个就是 他是越南裔的嘛 他父辈祖辈 有那种就 有讲过那种故事就是 嗯 在那个时候在越南 就是可能有或 有有外族啊 就是嗯 或者或者战争时期嘛 有人会进来可能就会 嗯 可能面临这种 很危险的境地 那你要做决定 他就是作为一个女人 女士的话 是很无力的 那你可能在那个时候的话 很多人 有有人就 不是很多人就有人就会 想着就是我要做个 我我要可能我要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我我被他抓去 抓被强奸 还是我自己了结我自己 我我我服毒自尽 所以他整个过程就是跟其他同学做的很不一样 其他同学的话就 会是啊会 至少会去反应别人 呃同学跟他的一个reputation 但是他就是完全 呃 focus on他自己做的这个事情里面 做的就非常的专注 呃 我我是一个上台去跟他reputation的 我发现就是他就不理会 全神贯注的去做他的事情 所以我就没有再说话 再观察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和他的东西 然后最后他 我看到了他闭上眼睛 塞着耳塞 呃不想受到任何干扰 在那个时候他也在保佑 然后同时他心里应该是做了一个决定 就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滴眼泪掉下来 后来也问过他 他确实是这么想的 啊 然后到课堂的后面 其他的有一些同学就做的 没有那么 呃 也就没有那么突出吧 我刚才讲 那个是做的最突出的一个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有个同学 他说了一个黑人的女同学 就是说上次有一个同学 就在reputation的用了一些不雅的词 跟她说 嗯 对 就就 使得最后我们快下课了嘛 整个课堂就变得就严肃起来 就讲这个话题 他去那位同学 那位男的同学 他确实是说话比较直接 然后甚至用一些出口什么的 嗯 之前也提到过这样的问题 然后这一次 他等于说伤害到了 呃 另外一个同学 OK anyway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拜拜 在一个游戏里面 如果你有干准处就不得 您想当地政府提供您的正确地址 是有地址 您电话号码 人家不会不过是 人家的正确地址 那这样 人家的工作 人家的工作 或者是有 人家的工作 人家的工作 在我们也有 在我们智商 上自己的工作 人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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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握的大意就是这些和社群对 就是扣称也算得上是公民的孩子 也算得上是保持孩子的孩子 这些让大家看好多一些 这些个人的健康 是周末的学校的学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